沒有立場難道不是 國民黨的特質嗎 我們不是常常說 國民黨沒有黨魂嗎 那因為國民黨沒有黨魂 也就是國民黨是一個 沒有原則性的政黨 那他沒有立場是很自然 而且很正常的事 觀眾朋友您想想看 2008年馬英九贏了 他提出九二共識 而且贏得很漂亮 然後過四年以後 跟蔡英文的辯論 蔡英文被痛載 馬英九繼續贏 然後到16年的時候 蔡英文都不敢否認九二共識 但他就問蔡英文說 你要不要九二共識 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不敢否定九二共識 到了18年地方首長選舉 韓國瑜提出九二共識 那是跟陳其邁 韓國瑜大贏 這個時候國民黨要九二共識 可是19年香港的問題發生了 2020年反正中 開始了以後 支持香港 民進台灣 對 然後開始了以後 國民黨在選舉的期間裡面 不敢再講九二共識了 整個選舉期間節節敗退 然後2020年大敗 就是選舉的時候大敗 大敗以後 國民黨馬上提出一個聲音 說九二共識已經 這個階段新政務完成了 要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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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08年贏要九二共識 所以16年繼續九二共識 18年繼續九二共識 20年輸了以後 就不要九二共識了 這就是國民黨 好 那四大公投的萊豬 那萊豬當初國民黨也沒有 真的很堅持萊豬 是老百姓要反萊豬76耶 那時候是藍 白 綠 全部都反萊豬耶 民進黨支持萊豬的很小趴耶 絕大部分都反耶 絕大部分都反了耶 絕大部分都反了的時候 哇 國民黨要反萊豬 結果到了四大公投的時候 國民黨突然間歸縮了 國民黨黨中央 當然在問你朱立倫 你的意見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要到美國去 我們要討好美國 不能太用力 不能得罪 不能太用力 你看 老師說的對 不能太用力 因為我要去美國 不能太用力 所以在這個時候 萊豬被南部的三個縣市 擊敗了全台灣 因為南部的三個縣市 主張萊豬的才太多了 北、票、南部 對 當時就是這樣 然後把台北的 台北都反萊豬嘛 結果台北就創載 因為被南部的那個三個縣市 決定了台灣人的命運 這個時候國民黨又配合 南部的那個綠營的縣市 改變了 為什麼改變 何時不要了嘛 也就是說因為萊豬都會輸 那我如果再反了何時的話 那我一定又會輸 我2024票更少 這個時候你看沒有 國民黨又連何時都反了 都馬上丟了 九二公司可以丟 萊豬輸了以後何時可以丟 這個就是新的立場了嘛 那也就是 這個連萊豬都可以輸 從76%到最後被翻盤過來 那我如果現在堅持何時的話 我又得罪日本 我堅持萊豬得罪美國 所以我就不太堅持 然後讓美國不要得罪他 然後結果呢 我們的萊豬大輸 然後呢 現在何時 我如果堅持的話 那我又得罪日本 那得罪日本 然後到時候 民進黨硬要幹 然後公投又輸了 那我不是 里外不是 我輸光了 那我乾脆支持好了 對… 他也真聰明 你乾脆退黨去加入民進黨 好了更快 有條件支持嘛 有條件進口嘛 所以要有條件進口 那這就是國民黨的特質嘛 國民黨的特質表現得很凌厲 沒有黨魂 沒有原則 然後隨風倒 然後現在看起來好像 台灣人越來越反戰 然後越來越覺得 民進黨大陸政策不變 不對 又開始聲音又出來了 一中原則 九二共識又有一點聲音了 你看 不斷地變來變去 變來變去 那現在的問題是 這個核食該怎麼處理 開始舉美國為例 歐洲為例 請問一下 美國人有誰吃日本核食 這個日本的說法是說 歐美國家都進了啊 只是中國大陸跟台灣不進啊 因為美國人吃自己的農產品 比日本的便宜嘛 對啦 所以你要從日本進口這一些 農漁產品到美國 絕大部分是日喬在用 美國人不會用的 因為美國人自己 他也不習慣啊 他不習慣 但我們很習慣啊 對 但是因為距離遠嘛 而且你運費跟時間一加 那個價錢就拉高嘛 那本來你日本的農漁產品 本來那個價錢就比較高 你到美國就沒有這個市場 所以對美國人來說的話 讓你進來無所謂 對歐洲來講成本更高嘛 歐洲成本更高 而且歐洲因為它靠北邊 因此它北邊的很多的那種 冰洋的那些魚類很豐富啊 它的漁產是很豐富的 漁產很豐富 它也不需要日本的海產 對 農產品也很豐富 而且世紀分明 所以它什麼水果都有 它只要的就是我們 比較好的西瓜跟香蕉 這不是日本的特產嘛 這是我們台灣的特產嘛 好 那問題來了 問題就在於 對於歐洲的國家來說的話 他們本身要使用日本的東西 也真的很少 機會很低啦 因為機會很低 所以大部分就是那些日僑 可是如果你是日僑 你認為它會要吃福島的食品嗎 當然不要啊 所以日本的進口商 它當然知道我要滿足在美國 或是在歐洲的日僑 我一定給的就是非福島的食品 所以這些國家歐洲人說 你只要符合我的核檢驗的標準 還是要符合它的標準 美國比較鬆 歐洲比較嚴 歐洲一定要按照它的標準來 你搭標你才能夠進來 你低一標準 然後我就幫你進來 這樣的一個情形像 然後進口量又少 各位馬上去查一下 所以民進黨在糊弄台灣人嘛 因為它的進口量真的很少 而且他也知道 使用的人就是日僑的人在使用 歐洲人真的很少使用 因為價錢沒有競爭力 日本的農漁產品到歐洲到美國 沒有競爭力 沒有競爭力市場又小 使用量又少 對於歐洲的國家來說 我用這個東西 來給你換大的東西划算 對 對不對 我用這個 因為這個對我的影響很小 很小嘛 因為進口量很小嘛 而且我歐洲人不吃嘛 所以對我的國民的身體傷害很小嘛 那了不起就是日僑他們在吃嘛 好 那可是日僑也不可能吃福島嘛 這也就是為什麼福島的食品 賣不出去歐洲 賣不出去日本 而他們沒有這個限制 可是台灣這麼近耶 而且我們超愛日本的東西啊 一下子就進來耶 因為你日本到台灣 所有超市都在賣日本的東西啊 是 你不管海運 空運 各位你想想看 它的時間成本 還有運輸成本是不是很低 好 運輸成本很低的情況 像台灣人又喜歡日本貨 那這個時候 對日本來說的話 剛好把他們 日本人自己也不太喜歡的 福島的食品 現在被日本人簡稱為 福棋的食品 福棋啦 福棋啦 福食嘛 福棋啦 吃日本的含輻射污染的食品 會帶來福棋啦 這就是民進黨厲害喔 各位南部的縣市朋友們 要多吃福島核食 被輻射污染的食品 吃了以後你就會有福棋啦 因為你的小孩長得會比較福棋啦 這個因為柯文哲會覺得說 我覺得柯文哲講得集中很中肯 他說我們沒有立法 我們也沒有標準 我們也沒有懲罰的規定 我們也沒有補償的規定 但是在他一個學藝的人來說的話 你有輻射劑量的東西 例如說我們 你記不記得我們去弄牙齒 要造S光片的時候 其實才是牙齒的 那一點點的一個小S光片 可是你看他們給我們穿千衣 防護衣 防護衣 然後門一關他們趕快跑到旁邊 如果撞到什麼去造骨頭也都要穿 防護衣都要很好的 因為一點點輻射 我們都不喜歡被污染嘛 好 那你看我們連看牙齒 或是我們去造S光片的時候 它都一定要是保護你的情形下 那因此我們都很清楚 這個輻射絕對會產生 就我們的觀念就是能避盡量避 可是民黨就會說沒關係 弄一點無所謂 就變成這樣子啊 對 那但是對於一個 學醫的科問者來說的話 他認為說 你吃了如果你的劑量到一個程度 因為這是科學的東西 我們都不知道 以台灣人這麼愛吃日本的東西 你吃了劑量到一個程度以後 那會不會孩子生下來 會不會有問題 會不會我們的身體產生病變 會不會有產生癌變的可能性 那如果都有 而醫學覺得這個東西有連帶關係 那這個賠償是誰在負責 沒有 沒有法規 什麼配套措施都沒有 什麼配套措施都沒有的情形下 那請問一下 民進黨當然政府一定要讓他進來 因為民進黨怎麼會 管台灣人的死活呢 民進黨不會管台灣人的死活 一定要他進來 我們自己要管啊 那我們自己要怎麼管 以民進黨的個性來講 坦白說你要擋也很難擋 可是我們可以提條件嘛 什麼叫提條件呢 用哪一個國家做標準 要比歐洲的標準還要再延嘛 這第一個嘛 我們要比歐洲標準還要延 第二個我們一定要有人到原產地去檢驗 檢驗通過以後才能進來 不通過以後絕對不能進來 如果這幾個條件日本不同意 那我們就不准它進口 老大老師你有沒有覺得 有一點時空措置的感覺 因為當時來抓進口的時候 一樣的話我們也講過 對 但是沒有 本人都沒看到 我們是拿到原產地去檢驗 感谢观看